大家好,1月1号,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试测这款Electric S Drill Adapter 那往年呢,我都是用我自己的这个6寸的S细膜的手钻去钻洞 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东西当你需要打比较多洞的时候呢 实在是太消耗体力了 那我自己来说吧,12寸左右的冰 一般我连续打两个就开始喘了 所以今年入冬以来呢,我就一直考虑要不要升级一个油钻 不过油钻有油钻的问题,第一,太贵了 稍微靠谱一点的都要五六百 其次呢,它毕竟是烧油的嘛,还需要保养 然后体量也比较大,带起来不是那么的方便 然后就在纠结要不要买油钻的这个过程中呢 我发现了有Adapter这种东西 然后我觉得更适合我的需求 接下来呢,我就是在五花八门的这种Adapter里边选 最终昨天在我们华人鱼具店避水买了这款 17块钱 选择这款的原因呢,主要有三个 第一,是因为它是钢结构的,材料是钢结构 我在亚马逊上看到那个15块钱的那款是铝的 然后很多人反应呢,大概赚了10个洞左右 它的这个shank这边,就这个parts 就会变形扭曲 主要是因为那个铝的硬度不够啊 这款是钢的,比较,应该比较可靠一些 第二点呢,是它这个shank这部分呢,比较长 我在网上看到很多这个Adapter 它实际上这一部分只有这么短 那钢头呢,根本就咬不住 这个比较长比较好 我量一下它有多长啊 用厘米吧 3.6厘米 所以足够长了 第三点呢,也是我最喜欢的一点 就是它有一个,你看这里 看一下它的细节 它在这个shank的顶部呢 有一个小小的安全措施 这是干嘛用的呢 就是防止在你钻洞的时候 万一你的钻头前半部分脱落了 它有一个保护措施 就不至于让你的钻头掉到湖里去 我看到很多人啊 很多人在网上反映 就是说用这个的时候不小心 然后钻就一直沉到湖底了 那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就比如说我现在给它把它拧紧 现在是非常紧的 对吧,就是我钻的时候呢 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万一 那万一 比如说我现在 故意的把它松一下 你看它现在已经松了 但是它掉不下去 就因为刚才那个小小的装置呢 把它牢牢的拽住了 给你一个多一层的保护 不至于让你失去你自己的钻头 这点太棒了设计的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 这东西到底实战如何呢 我也不知道 投一回用 那我们现在出去就试一下 今天米糊天气不错 气温也还挺好 零度还算暖和 这边是一款的 它们就用来来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鱼远医生 做一样的 它们是一样的 这个鱼迹 就是一样的 鱼远医生 用来一样的 检查一下 鱼远医生 然后把鱼远医生 用来拍照 在鱼远医生 用来拍照 用来拍照 这个鱼远医生 是我们2019年的第一个洞 成功 还蛮快的 我来量一下这洞 现在这个冰有多厚 大概现在是七寸半 七寸半左右 我来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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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You here to st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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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 Yeah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 Yeah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 Oh oh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 Yeah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 Yeah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 刚才经过实测呢 这个Adaptor还是非常好用的 我刚才连续的打了34个洞 打出一个2019 在那个湖边上 所以作为17块钱的一个小东西呢 我还是非常推荐的 至少现在到目前为止 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然后有两点呢 需要注意的就是 一就是当你把那个洞打通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开到reverse的 就像我们平常退钉子式的那种模式 千万不要干那事儿 就直接把它拽出来 或者是手动的慢慢的把它拧下来 把它拧出来 千万不要直接把drill开到倒挡 那样的话你很容易这个就脱落了 然后掉到湖底去 第二个呢就是 刚才我看它的说明书也是这么建议的 就是你打钻的时候 尽量的用那个低扭矩 低torque 然后低速 然后慢慢的转不要太猛 否则的话那个 怕你的电钻受不了 然后我用的今天用的这款电钻呢 是rigid的18伏的 然后电池是4A的 这么一个钻 所以推荐 真的挺好用的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新年快乐 好 OK 感谢观看